几度那么第一个出场表演的万福国小杂技团 小朋友踩着100公分高的高桥排队等候出场 整整等了一个钟头满身都是大汗 为了怕跌倒还得要不停的原地踏步来抓稳重心 同样在现场等着要出场的奥运国手朱沐岩宋玉琪 陈伟玲他们很担心小朋友们会热婚了 还拿起了杂技团的转盘当场秀了一段 把大家逗的是哈哈大笑 热热热实在是热到受不了 为了等上午11点钟出场表演 万福国小杂技团的小朋友们被晒得满头大汗 为什么要一直动来动去 因为要踏步啊 因为要踏步啊 你们热不热 对 热 满头大汗了吗 对 等多久了 很久了 有点浮躁 大家都一直在踩踩去怕跌倒就是 对 因为高桥所以不能休息 对啊 除非真的等很久倒的时候让我们坐下 就是服务我们现在坐在地上 边讲边喘边流汗 踩着高桥不能坐下休息 整整等了一个钟头 只好原地不停踏步抓重心 就怕摔个四脚朝天 但是现场真的是等得太无聊了 原本standby下一个要出场的奥运代表队也来参一脚 因为我看到他们这样子我觉得很辛苦啊 而且我还蛮担心他们的呢 可是看他们好像训练有数 都不会害怕 连那么小的他们都可以踩着高桥 不然他那个真的蛮难的 就是几几台就倒一排 对对对 王派国手果然不一样 珠穆严肃旗和陈伟玲耍宝拿起转盘 也来秀一段奥运国手成了奥运杂技团 娱乐一下现场苦苦等候的小朋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